看懂莱罗芝临死交还戒指 才知他此生只爱垂垂一人 严信见状都当场泪目 莱罗芝也曾是尊位的皇室中人 只因前朝被大苍先皇赶尽杀局 才让莱罗芝不得已隐姓埋泥 成了太皇太后身边的左膀右臂 他手掌玉茶丝和沈渡成黑白双杀 表面上对太皇太后是绝对忠诚 实际每一次莱罗芝趋一逢迎的备赴 都带着剿梦朝堂风云的阴谋 而就下了制造连环杀人案的陈火 就是莱罗芝实现复夺阴谋的开真 遗憾的是由沈渡和严信夫妻搭倒 不仅让当年就案的真相浮出水 更让莱罗芝成了被疑心的对象 可所有这些并未让莱罗芝收敌 反而刺激他展开更疯狂的篡位界 如果说莱罗芝的一生是充满血腥的 那路垂垂这个灵动影的出色 就是照亮莱罗芝人生的亮光 垂垂对待面具之下的莱罗芝 依然能保持温柔善良的态度 但从来都杀伐不断的莱罗芝 都第一次感受到被关心的伦目 纵然能预判到摘下面具之后 垂垂可能会对莱罗芝态度转变 可在垂垂把他当朋友对待的真诚中 莱罗芝都以为这份有情经的主考验 可垂垂见到莱罗芝争恋后的惊恐 都预示着二人是断不会再有交集 此后垂垂对莱罗芝表现出疏远之意 莱罗芝也曾想强行占有陆垂垂 奈何终究做不到去逼迫新爱之 然后谋权篡位的阴谋曝光后 莱罗芝未能称帝反被当场击杀 临死才释怀对垂垂的爱而不谈 还于是归还垂垂垂赠领的金字 彻底为二人的不舍发生了句号 莱罗芝一生作恶却钟爱垂垂力 落得丧命下场让年性都内容